嗯 好 大家好 今天呢 我给大家的 呃 讲一下中国的朝鲜族的名人啊 讲讲这 这么一个话题啊 朝鲜族呢 这个朝鲜族是我们中国的少数 56个少数民族啊 56个民族之一吧 56个民族之一 其中说 包括汉族与啊 55个少数民族啊 那么朝鲜族就是这 55个少数民族之一 也是中国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间的 56个成员之一 那这个朝鲜族呢 主要是居住在我们国家的东北啊 东北为多 东北尤其集中聚居的地区 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这是一个地州 这是一个地州级啊 就是地级 地厅州 这属于是地厅级的这么一个行政区吧 就属于跟那个 比如说跟河北省廊坊市是处于族裔级别的啊 就是处于省与县之间啊 这是州 这是自治州 还有一个就是哪里是 还有一个是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啊 长白的朝鲜族自治县啊 还有一些散居在全国各地啊 很多地方可能也都有啊 今天我们主要给大家来讲的就是朝鲜族的名人啊 名人 就是名人啊 朝鲜族的名人 这个朝鲜族名人就是他首先中国籍 第二他是朝鲜族啊 朝鲜族 朝鲜 他的就是户籍材料上应该是 表明是朝鲜族 当然这个名人当中的这可能是维基百科上来讲的有 有有怎么说呢 有古代的也还有现代的啊 古代的你说我们来朝考证是什么朝鲜族啊啥的 因为朝鲜族这应该是一个近代 是1949年解放后一部一个就是新的民族共同体啊 就是才有这个呃 才有朝鲜族这个提法 之前有的时候叫做啊 是吧 自由就在有的时候就是就是韩人团体啊 也是韩人韩侨韩人团体啊 就是比如说 嗯 解放前吧 民国时期的对吧 那个时期 那古代就更难 更难考证啊 但是古代的话怎么怎么说呢 就把它是跟在跟中国 在中国发生的一些啊 在跟中国有缘的一些就是来自朝鲜的啊 这个血缘上朝鲜 中国有缘的一些人 称为啊 名人嘛啊 那么名义比如说古代的就是一个九华山 地藏王菩萨的 华神 金桥诀啊 朝鲜说是新罗宗室啊 金桥诀啊 嗯 朝鲜办呢 新罗宗室 金桥诀 九华山在安徽啊 安徽九华山 那个是地藏王菩萨的道场 就像那个 呃 浙江周山 普陀山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啊 啊 这边还有文书菩萨 普贤菩萨 四大菩萨 呃 四大 是四大菩萨 四大菩萨 四大菩萨都有道场啊 呃 九华山的 安徽九华山的地藏王菩萨的这个 呃 这个就是 这是什么 金桥诀啊 就是一个 他是 呃 地藏菩萨的化身啊 还有崔志远啊 崔志远也是古代的一个有名的那个诗人啊 中国古代的也有名的那个诗人 但是他来自个朝鲜啊 也是朝鲜的爵士啊 崔志远我记得 是不是写过 那个库腾老书关押吗 还是什么 那是崔志远吗 还是马志远啊 我忘了这个 反正崔志远啊 崔志远是在唐代是有名的啊 有名的一个 有名的 应该是 呃 八百五十几年啊 八百五十几年应该来说啊 这还属于是唐代啊 差不多是唐代的事情 然后这个汇超 呃 还有一通 这些我不是太清楚啊 一通 天台宗啊 齐皇后 齐皇后是那个谁 齐皇后是 这个 这个 元顺帝的啊 元顺帝的皇后 元顺帝就是元慧宗啊 就是元朝最后一个皇帝 这就来自高磊 是来自高磊的女子啊 信州其实不惯啊 还有全皇后 全是 这是齐皇后 这是全皇后 这个全是 全力的权啊 全皇后 李承梁 李承梁是个 明朝有名的一个 明朝有名的大将啊 明朝有名的将 大将领 辽宁的啊 这个说是辽宁铁岭 说是朝铅人 你一定后避啊 这个当时是明朝 就是助手 那个辽东的大将 李承梁 李承梁父子 好像他还有一个儿子 叫李如松 李如白啊 李如梅啊 这都是世代镇省 辽宁的明朝大将 还有这叫什么 书家 书家皇后 贵妃 乾隆女皇后 贵妃啊 经典这些都不是太清楚了 我们重点说 今天呢啊 就是 近现代的啊 郑绿城啊 就是中国人民 易永军啊 进行曲啊 中国人民易永军 易永军进行曲 易永军进行曲啊 易永军进行曲 就军歌嘛 军歌 中国的军歌啊 朝鲜的军歌 好像也是他做的 军歌是这样 乡亲乡亲乡亲 我们抵对武士乡 太阳 哎 这就是中国人民 解放军的军歌 就这个针对陈写的 经验是 这个经验是那个谁 秦仪的 秦仪的老公啊 经验 这以前是韩国汉城 好像是民国时期吧 民国时期就在当时 已经在上海 成为的影帝了 他是加入中国籍 因为当时朝鲜 韩国被那个日本日战了 他的原名叫金德林 华语早期的电影男演员 这个金燕 金燕 这是秦宜老演员 秦宜的老公 中国影帝 金燕 中国影帝 青燕 这是个朝鲜 他说朝鲜 他应该是个韩国人吧 那是 就是应该是朝鲜民族吧 张千一是国家总政 共同团的团长 这是一个 张千一国家总政 这是总政共同团 解放军总政 共同团的团长 是国家一个专门的作曲 一级作曲 崔健 这是大名 是吧 崔健 出生名叫崔健军 我还不知道 崔健 以前的名字叫崔健军 北京人 可能出生在北京 出生在北京朝鲜族 一块红布 一无所有 当时他就红眼蒙着布的 他的这个 当时唱的那些 没一段时间 什么叫西北峰 一无所有 反正就是崔健唱歌 唱出那种 中国的黄土地的那种苍凉 苍凉 而且把这个 他很多歌 不仅是唱歌 还很有思想的 还是挺有 崔健 还是很有思想的一个人 就是很有深度的一个人 崔健的话 在崔健之前 国际上好像都不承认 或者不知道 中有中国摇滚乐 崔健之后的话 国际上才知道 中国也有摇滚乐 所以称他为 中国摇滚乐的支付 金龙国 这是谁 我不太清楚 金龙国 这是中国 韩国发展的中国大陆 大陆的男歌手 这是在韩国发展的事 也很多 有一些 黄仁俊 黄仁俊也是韩国旗下 中国朝鲜族 吉林市 天约的韩国歌手 韩国旗下的乐场 这我都是比较年轻的 金星是非常有名的 金星也是沈阳朝鲜族 中国现代舞 现代舞家 现在有舞蹈家 节目主持人 跨性别女性一人 金星的这个 金星这是曾经 以前是个男 男的后来是变性的 曾经获得个全国的什么 陶旅杯少女组 第一名 无畅男子 足兼我 所以说这个朝鲜族 很多这个在文艺界 尤其在文艺界 是才华 很多的人很多 我们不说 其他你像 推荐呀 还有谁 金星是吧 崔健养金星 这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还有黄熙 这是泼口秀演员 他是中国到大陆 到那个美国去 就是留学 留学 但是他的专业 他的专业呢 没有专业 咱们不知道怎么样 但是他的泼口秀 是高出名他来了 就是他这个 很有幽默的朝鲜族 喜剧演员黄熙 所以这朝鲜族 在这个演艺界 是非常多 文艺 浑身 他们很有才华 学术界 你看一下 韩大元人民大学 的法学院院长 这是著名的法学学者 这个韩大元教授 还挺有名的 还有这一位 这都是知识分子 江景山院士 这属于是一个 有名的 好像是探月工程的 副总设计师 你看这些 还有什么 很多的什么方量 九三玄社 医学 威士 方量 这都是 朴世龙 这都朝鲜族的 朝鲜族出的知识分子 也挺多的 政界的 你看 以前有什么 解放军的中将 孔 孔贤佑 孔贤佑也是外交部 孔贤佑也是朝鲜族 孔贤佑以前是住过 现在是驻日本大使 孔贤佑是中国朝鲜族 孔贤佑 现在是现任驻日本大使 李德珠以前是国家民为主任 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主任 李鸿光 李鸿光是以前通北抗 李永泰解放军的空军副总司令 公军副总司令 即全哲珠 全哲珠这是以前的全国工商联的 全国工商联的 好像是什么党组书记是吧 赵南起 解放军上将 就政界军界也有些人 工商界的话 刘毅首都旅游集团的副部市场是吧 罗永浩 罗永浩这又是一个非常 市民度很高的人气很高的 除了崔健 金星 罗永浩是吧 这也是朝鲜族是吧 非常有才华 非常有才华 还有围棋界的中国的九段选手 朴文尧 朴文尧这个好像是围棋的九段 是相当成就非常高了 这在小一辈的小豹起手 他是九龄后 九龄和近九龄的起手 朴文尧是围头豹 小豹围棋小豹 还有足球 超线族人特别怪踢足球 你看以前的国角超高仲勋 我们当时都看过高仲勋踢球 超顺云国角 对不对 还有以前还有个李宏观 我记得 还有一个叫什么 悬 还有一个叫鬼角期 那叫什么什么什么 镇东期嘛啥 我当时都记得都有 那时候一度入选过国角 当然高仲勋的名气大一些 金进道 现在好像金进道 什么朴中国 持中国 朴城这些环度 现役的中国男族 可能或者是在现在 或者是男族的什么替补 或者现在就在地方队里 效力给金国安 还有短道速华 罗志焕 中国第一位短道速华冠军 罗志焕有朝鲜族 你看韩国的那个短道速华很强 这个中国朝鲜族也相当于不关 因为他们这个地方 在东北冰雪 冰雪运动比较发达 是吧 还有金进珠 也是速华 速华的这个运动员 速华的运动员 所以朝鲜族整体上 我们来说的话 在这个 在这个中国古代 也有些民族 在当今呢 主要是演艺界 学术界也有一些 学术界 军政界 工商界 是吧 还有体育界都有 所以这个民族 还是非常有才华的 所以说各方 各个领域是因才辈出 好 那我们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再有个 我们再看一下 这样一些什么话题吧 我们大家观众也可以给我留言 可以大家一起探讨一些那些话题 好 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谢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